长相思 都在景区实景拍摄 周围高耸的大树 就成了待拍们的落脚点 以至于流传网络的片场照 角度几乎都是侧面俯视 待拍们心里也很明白 杨子作为长相思最大的嘎 他不仅是主角还是最大的流量 所以待拍们的照片中 杨子就成了聚焦点 所有的镜头都是对准了他 不得不说 连待拍们有点视力眼 拍个照都厚此薄彼 长相思孵化道 真的太有心了 文小六所在的医馆 本就是个普通人开的医馆 背景故事是年代久远的上古轩辕时期 从片场照我们看到 杨子所在的院子充满质朴的气息 院子里依泥土墙 立着凌乱而有序的木头架子 物件都是清一色的裸色原木 有些仿若遭受风吹日晒已经变黑 一层细碎的石子铺地 绿色的盆栽植物散乱在角落里 虽然照片不够清晰 但如此观众依旧被照片里的呈现出来的生活气息打动 仿佛已经有人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沾染了很多年的烟火气 让人观之可亲 并且分飞几乎来收你 描表白日耳朵